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不好了 连权不见了 不用找了 人是我放的 你怎么能 李莲花 不用去了 李莲花我也放了 你怎么能 我怎么不能 李莲花救了我的命 你小子忘恩负义 你娘我可是知恩图报的人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啊 李莲花说了 她自有安排 我帮她偷钥匙救人 她还你这件事情的真相 这是她让我给你的 显灵霄的追踪风 郎中并非连权 连权已死 牛头马便有生 她说 你问的那两个问题 她明天才告诉你答案 都已经捡了 不愧是李湘怡 不愧是杨舟曼 好 很好 李门主 帮完这个忙 你也就没用了 等等啊 原来你们兄弟俩想过和拆桥啊 李门主 你是重情重诺 可我们黄泉府 一贯都是邪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们会双手奉上罗摩天兵吧 他刚才驱毒耗费太多功力 如今战都站不稳 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不急着找天兵 先杀了我 本末倒置了吗 你说什么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们应该把天兵 藏在这个僧房的棋盘下了吧 那天我验真假的时候 不小心给这个天兵 加了一点点的花粉 那凑巧 我又有追踪花粉的密封 半日前 这个追踪风 在你们的森堡附近盘雪 所以我才把你抿到这儿来去 现在 这个天兵肯定已经被人拿走了 那我就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 再去换天兵 喂 这半死不活的不是我 你看一下你的弟弟 弟弟 还有啊 慢点慢点慢点啊